金庸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 第二回 故人之子 颇奖 桑晓琳 五三娘正没做理会处 忽听得丈夫叫唤 又喜又恼 心想 你这疯子不知在胡恼些什么 这到这时才来 只见他身上扯得破破烂烂 井中物资挂着和元君儿时所用的那块围闲 急奔而至 博住地叫道 娘子 你没事吗 他近十年来从未见丈夫对自己这般关怀 心中甚喜 叫道 我在这里 五三通扑到跟前 将陆氏夫妇一手一个抱起 叫道 快跟我来 一眼俯闭 便腾声而起 柯正鳄与五三娘跟随在后 五三通东湾西绕 奔行树林 领着二人到了一座破窑之中 这是坐烧酒坛子的桃窑 道是极大 五三娘走进窑洞 见敦如修闻两个孩子安好无恙 当即放心 叹了口气 五师兄弟正与陈英 陆无双坐在地下玩石子 陈英与陆无双见到陆氏夫妇如此模样 扑在二人身上 又哭又叫 柯正鳄听陆无双哭叫爸爸妈妈 猛然想起李莫愁之言 惊道 哎呀 不好 咱们阴鬼上门 那女魔头跟着就来了 五三娘势裁这一战 以吓得心惊胆战 忙问 怎么 柯正鳄道 那魔头要伤陆家的两个孩子 可是不知他们在哪里 五三娘当即醒悟 惊道 啊 是了 他有意不上咱们去偷偷地跟来 五三通大怒 叫道 这吃脸蛇女鬼 阴魂不散 让我来逗她 说着 挺身站在窑洞之前 陆丽顶头骨已碎 可是上有一件心事未了 强自忍着一口气 向陈英道 阿姨 你把我 我胸口 胸口一块手帕拿出来 陈英抹了抹眼泪 伸手到她胸衣内取出一块颈帕 手帕是白段的质地 四脚上都绣着一朵红花 花红玉滴 每朵花旁都衬着一张翠绿色的叶子 白段子已旧的发黄 花叶却雾字娇艳可爱 便如真花真叶一般 陆丽顶道 阿姨 你把手帕扶在心中 千万不可解脱 知道吗 陈英不明容易 但既是一副吩咐 当即接了过去 点头答应 陆二娘本已痛得神志迷糊 听到丈夫说话声音 睁开眼来 说道 为什么不给双二 你给双二啊 陆丽顶道 不 我怎能付了他父母之托 陆二娘急道 你 你好狠心 你自己女儿也不顾了 说着 双眼翻白 声音都哑了 陆无双不知父母吵些什么 只是哭叫 妈妈 爸爸 陆丽顶柔声道 娘子 你疼双二 让他跟着咱们去不好吗 原来这块红花绿月井帕 是当年李莫愁赠给陆展元的定情之物 红花是大里国最著名的曼陀罗花 李莫愁比作自己 绿鹿鹰铜 绿叶就是比作他心爱的鹿狼了 取溢于红花绿叶 香味香饮 陆展元林子之时料之十年之期一介 莫愁 五三通二人必来生事 自己原有应付之策,不料忽然疾病,兄弟武艺平平,到时定然抵倒不了,无可奈何之中,便将这井帕交给兄弟,丁主明白,若是五三通前寻报仇,能避则避,不能避动手,自然避输,却也不致有幸运之忧。 但李末愁近年来心狠手辣之名波鱼江湖,遇上了势必无幸,危急之际,将井帕缠在井中,只盼着女魔头顾念旧情,或能手下忍得一忍,只是陆立顶兴高气傲,始终不肯取出井帕,向着女魔头启命。 陈英是陆立顶金凶之女,他父母生前将女儿托付于他抚养,他受人重托,责任未尽,此时大难临头,便将这块救命的井帕给了他。 陆二娘毕竟势赌情深,见丈夫不顾亲生女儿,黄疾之下,伤处剧痛,便晕了过去。 陈英见姨母为井帕之事烦恼,忙将井帕递给表妹,道。 姨妈说给你,你拿着吧。 陆立顶喝道,双儿,是表姐的,别接。 五三娘瞧出其中蹊跷,说道,我将帕儿撕成两半,一人半块,好不好? 陆立顶欲待再说,可是一口气接不上来,哪能出声,只是点头。 五三娘将井帕撕成两半,分给了成鹿二女。 五三通站在洞口,听到背后又哭又叫,不知出了什么事,回过头来,目见妻子左夹漆黑,右脸却无异状,不禁害意,指着她脸问道,为,为什么这样? 五三娘伸手在脸上一摸,道,什么? 只觉左边脸颊默默地无甚知觉,心中一惊,小姐李莫愁林确实曾在自己脸上摸了一下,难道这只柔腻温香的手掌轻浮而过,竟已下了毒手? 五三通玉带再问,胡亭摇动外,有人笑道, 两个女娃娃在这里是不是,不论死活,都给抛出来吧,否则的话,我一把火将你们烧成了酒坛子。 声若银铃铃,既脆且柔。 五三通急躍出洞,但见李莫愁翘生生地站在当地,不由得大感诧异,怎么十年不见,她仍是这种年轻美貌? 当年在陆展元的喜言上相见,李莫愁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此时已是三十岁,但眼前此人除了改穿倒妆之外,却仍是肌肤娇嫩,宛如昔日好女。 他手中扶尘轻轻挥动,神态甚是悠闲,美目流畔,逃栽待运,若非素知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定想是位戴发修寻的富家小姐。 五三通见他扶尘一动,蒙想起自己冰镇留在窑洞之中,若再回洞,只怕他乘机闯进去伤害了众小儿。 见洞边长着棵顽口粗细的梨树,当即双掌齐向梨树推去,吆喝声中将树干从中击断。 李莫愁微微一笑道,好力气。 五三通横持树干,说道,李姑娘,十年不见,你好啊。 他从前叫他李姑娘,现下他出了家,他并没改口,依然就是称呼。 这十年来,李莫愁从未听人叫过自己,叫李姑娘。 忽然间听到这三个字,心中一动,少女时种种温馨,以拟的风光,突然涌向胸头。 但随即想起,自己本可与一中人一生厮守,哪知这世上另外有个和缘君在,竟令自己丢尽脸面,一世孤单凄凉。 想到此处,因中一瞬间涌现的柔情蜜意,瞪时进化为无穷怨毒。 五三通也是所爱之人气解而去,虽然和李莫愁其情有别,但也算得上是同病相连。 可是那日自陆展元的九言上出来,亲眼见到他首任何老全是一家二十余口男女老幼,下手之狠,此时私之有有余计。 何老全是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跟何援君也是毫不相干,只因大家性了个和子,他伤心之余,竟去将何家满门杀了个干干净净。 何家老幼直到临死,始终没一个知道到底是为了何事。 其实五三通不明其故,未曾出手干预,事后才得惜李莫愁纯是迁怒,只是发泄心中的失忆与怨毒。 从此对这女子便既恨且惧。 这时见她脸上微现温柔之色,但随即转为冷笑,不禁为成禄二女暗暗担心。 李莫愁道,我记在陆家墙上印了九个手印,这两个小女孩是非杀不可的,五三爷,请你让路吧。 五三通道,陆展元夫妇已经死了,他兄弟弟媳也已重稳的毒手,小小两个女孩儿,你就饶了吧。 李莫愁微笑摇手。 柔声道,五三爷,请你让路。 五三通将黎叔抓得更加紧了,叫道,李姑娘,你也妥疑狠心,阿元。 阿元这两子一出口,李莫愁脸色瞪便,说道,我曾立过重事,谁在我面前提起这贱人的名字,不是他死,就是我王。 我曾在原江之上,连回六十三家货占船航,只因他们招牌上带了这个臭字。 这件事你可曾听到了吗? 五三爷,是你自己不好,可怨不得我。 说着,扶尘一起,往五三通头顶扶道。 莫瞧他小小一顶扶尘,这一扶下去既快又近,只带得五三通头上乱发,力力飞舞。 他知五三通是一蹬大师门下高地,虽然痴痴呆呆,武功却确有不凡造诣,事宜一上来就下杀手。 五三通左手挺举,树干猛地伸出,狂扫过去。 李莫愁见来势厉害,身子随风飘出,不等他树干知识始卒,随即飞跃而前,攻向他的面门。 五三通见他攻入内圈,右手梳起,伸直向他额上点去,这招一扬指点穴去世虽不甚快,却是变幻莫测,难闪难倒。 李莫愁一招,倒打金钟,身子骤然间已跃出仗曲之外。 五三通见他忽来忽往,瞬息之间进退数字,心下暗暗惊佩,当下奋力舞动树干,将他逼在仗鱼之外。 但只要稍有空隙,李莫愁立即便如闪电般起紧身来。 若非他一仰指厉害,早已不敌,饶是如此,那树干毕竟沉重,舞到后来渐敢吃力,李莫愁却越期越近。 突然间,黄勇晃动,他竟跃上五三通手中所握梨树的树梢,挥动浮沉,凌空下击。 五三通大惊,倒转树梢往地下撞去,李莫愁咯咯咬笑,踏着树干直奔过来。 五三通侧身长臂,一指点出,他先腰微白,已退回树梢。 此后树十招中,不论五三通如何症状扫打,他始终犹如黏附在梨树上一般,顺着树干抖动之势,寻膝进攻。 这一来五三通更敢吃力,他身子虽然不重,就是在树干上又加了数十斤的分量,何况他站在树上,树干打不着他,他却可以攻入,自是立于不败之地。 五三通眼见剑主下风,知道只要稍有疏忽,自己死了不打紧,满窑洞老幼要尽丧他手。 当下,奋起碧力,将树干越捂越急,欲以树干猛转之势,将他甩下树来。 又逗片刻,听着背后咳声额大叫,福尔,你也来了,快叫雕儿咬这恶女人。 跟着,便有一个女孩声音连声呼叱,空中两团白影扑降下来,却是两头大雕,左右分机攻向李莫愁两侧,正是郭福协同双雕到了。 李莫愁见双雕来势猛恶,一个金斗翻在梨树之下,左足勾住了树干,双雕扑击不中,振翅高飞,女孩的声音又呼哨了几下,双雕二次扑降下来,四肢刚勾铁爪骑向树干抓去。 李莫愁曾听人说起,桃花岛郭靖黄蓉夫妇养有一对大雕,颇通灵性,这时抖剑双雕分镜合击,对雕儿倒不放在心上,却怕双雕是郭靖夫妇之物,倘若他夫妇就在左近,那可十分棘手。 他闪避数字,扶尘拍了一下,打在瓷雕左翼之上,只痛得他吱吱极鸣几根长长的白雨从空中落了下来。 郭夫妇见雕儿受挫,大叫,雕儿别怕,咬着恶女人。 李莫愁向他一望,见着女孩肤似玉血,眉目如画,心里一动,听说郭夫人是当时鹰匣中的美人,不知比我如何,这个小玩儿难道是他女儿吗? 他心眼微动,手中稍慢,五三通见虽有双雕相助,仍是站他不下,焦躁起来,猛地里利运双臂,连人怠树地将他往空中置去。 李莫愁料想不到他竟会出此怪招,身不由己地给他置高树杖,双雕见他飞上,扑捅翅膀,上前便拙。 李莫愁若是脚踏平地,双雕远也奈何他不得,此时他身在半空,无所借力,如何能与飞禽底底? 情急之下,挥动浮沉护住头脸,长袖挥处,三枚冰破银针先后急射而出,两枚分射双雕,一枚却指向五三通胸口。 双雕急忙震指高飞,但银针去得快急,痴痴作响,从雄雕脚爪之旁擦过,划破了爪皮。 五三通正仰头相望,猛见荧光一闪,急忙着地滚开,银针仍是刺中了他左足小腿。 五三通一滚站起,那只左腿竟然立时不听使唤,左膝跪倒。 他强运功力,但要撑尸起身,麻木一阔及双腿,等时伏伏跌倒,双手撑了几撑,终于扶在地下不动了。 郭福大叫,雕儿,雕儿,快来! 但双雕逃得远了,并不回头。 李莫愁笑道,小妹妹,你可是姓郭吗? 郭福见她容貌美丽,和蔼可亲,似乎并不是什么恶女人,便道,是啊,我姓郭,你姓什么? 李莫愁笑道,来,我带你去玩。 缓不上钱,要去携她的手。 柯正恶铁棒一撑,急从窑洞中窜出,拦在郭福面前,叫道,福尔,快进去。 李莫愁笑道,怕我吃了它吗?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拦褲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礼曲,跳跳跃跃地过来。 见窑洞前有人,叫道,喂,你们到我家里来干嘛? 走到李莫愁和郭福之前,侧头向两人瞧瞧,笑道,大美人好美貌,小美人也挺秀气,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 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朋友啊。 脸上贼推兮兮,说话油腔滑掉。 郭福小嘴一扁,怒道,小教花,谁来找你了? 那少年笑道,你不来找我,怎么到我家来? 说着,向窑洞一指,感情这座破窑竟是他的家。 郭福道,哼,这样当地方,谁要来了? 五三娘见丈夫倒在地下,不知死活,担心之极,从窑洞中抢将出来,俯身叫道,三哥,你怎么了? 五三通哼了一声,背心摆了几摆,始终站不知身子。 郭福急目远眺,不见大雕,大叫,雕儿,雕儿,雕儿,快回来! 李莫愁心想,夜长梦多,别的郭靖夫妇到来,跑不了好去。 唯唯一笑,静字闯向窑洞,五三娘急忙纵身回来拦住,挥剑叫道,别进来。 李莫愁笑道,这是那个小兄弟的府上,你又做得主了。 左掌对准剑锋直按过去,刚要碰到任风,手掌略侧,三指推在剑身的任面,剑锋反向五三娘额头削去,擦的一响,削破了他额头。 李莫愁笑道,得罪。 将扶尘往衣领中一插,低头进了窑洞,双手分别将成鹰与鹿无双提起,竟不转身,左足轻点反越出洞,百忙中还出足踢飞了柯震恶手中铁杖。 那蓝绿少年见他伤了五三娘,又鲁杰二女,大胆不平,耳听得成鹿二女惊呼,当即跃起,往李莫愁身上抱去,叫道,喂,大美人,你到我府上伤人捉人,也不跟主人打个招呼,派个奖礼,快放下人来。 李莫愁双手各抓着一个女孩,没提防这少年就会张力相抱,但觉鞋下忽然多了一双手臂,心中一缕,不知怎的,忽然全身发软,当即浸透掌心,轻轻一弹,将二女弹开树齿,随即一把抓住少年后心。 他自十岁以后,从未与男子肌肤相接,活了三十岁,仍是处女之身,当年与陆展元痴恋苦禅,始终以礼自持,江湖上有不少汉子见他美貌,不免动情起心,可是只要神色间烧露邪念,往往利弊于他痴恋神掌之下,哪知今日就会给这少年抱住? 他一抓住少年,本欲掌心发力,历时震碎他的心肺,但是才听他称赞自己美貌,语出真诚,心下不免有些喜欢,这话若是大男人所说,只有惹他厌憎,处于这十三四岁少年之口气就不同,一时心软,竟然下不了手。 呼听的空中雕力升级,双雕字远处飞回,又扑下袭击,李莫愁左袖一挥,两枚冰破银针急射而上。 双雕先前已在这厉害之极的暗器下吃过苦头,急忙振持上飞,但银针去世晋级一场,双雕飞得虽快,银针却射得更快,双雕吓得高声惊叫,李莫愁眼见这对恶鸟再也难以逃脱,正子喜欢,猛听得呼呼声响,两件小物迅速异常地破空而至,刚听到一点声息,两物转瞬间画过长空,已将两枚银针分别打落。 这暗器先声夺人,唯不可当,李莫愁大吃一惊,随手放若少年,纵身过去一看,原来只是两颗寻常的小石子。 心想,发着石子之人武功深不可测,我可不是对手,先避他一避再说。 身随一转,手掌拍出,击向成鹰的后心,他要先伤了成鹿二女,再图后继。 手掌刚要落到成鹰后心,一偏肩见他井中系着一条井帕,素底段子上绣着红花绿叶,正是当年自己精心绣旧,赠给一中人之物。 不禁一呆,输得收回掌力,往日的柔情秘义瞬间在心中滚了几转,心想。 他虽然信和的小贱人成亲,心想始终没忘了我,这块帕儿也一直好好放着,他求我饶他后人,却饶是不饶。 一时心意难绝,决定先避了鹿无双再说,扶尘抖处,银丝击向鹿无双后心,阳光耀眼之下,却见他井中也接着一条井帕,李莫愁移了一声,心道,怎地有两块帕儿,便有一块是假的。 扶尘改机为卷,裹住鹿无双头颈,将他倒拉转来。 就在此时,破空之声幼稚,一粒小石子向他后心直飞而至,李莫愁回过扶尘,钢柄挥出,正好打中石子,猛的虎口一痛,掌心发热,全身不由自主地巨震。 这么小小一颗石子竟有如此尽力,发誓之人的武功可想而知,他再也不敢逗留,随手提起鹿无双,展开轻弓提纵树,犹如疾风掠地,转瞬间奔那个无影无踪。 承尘见表妹被擒,大叫,表妹,表妹! 随后跟去,但李莫愁的角力何等迅捷,承尘怎追得上? 江南水乡之地到处合伯纵横,承尘奔了一阵,前面小荷兰路无法再行,他沿岸奔跑叫嚷,忽见左边小桥上黄影晃动,一人从对岸过桥奔来。 承尘只一呆,一见李莫愁站在面前,夜下却没了路无双。 承尘见他回转,甚至害怕,大着胆子问道,我,我表妹呢? 李莫愁见他肤色白嫩,容颜秀丽,冷冷地道,你这等模样,他日长大了不是让别人伤心,便是自己伤心,不如及早死了,世界上少了好些烦恼。 扶尘一起,搂头伏将下来,眼见要将他连头带胸打得稀烂。 他扶尘挥到背后,正要向前击出,突然手上一紧,腾尾被什么东西拉住了,竟然甩不出去。 他大吃一惊,转头欲看,目的里身不由主地腾空而起,被一股大力拉扯之下,向后高跃仗去,这才落下。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左掌护胸,扶尘上内静灌注,直刺住去。 其实眼前空荡荡的就是什么也没有。 他生平大小数百战,从未遇到这般怪异情景,脑海中一个念头垫上而过,妖精,鬼妹。 一朝浑原式,将扶尘捂成一个圆圈,护住身舟五尺之内,这才再行转身。 只见承英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青袍怪人,脸上毫无神色,似是活人,又似僵尸,一见之下,邓时心头说不出的凡恶。 李莫愁不由自主地倒退两步,一时之间,时想不到武林中有哪一个厉害人物是折腾模样。 但要出言相寻,只听那人低头向承英道,娃儿,这女人好生凶恶,你去打她。 承英哪敢动手,仰起头来,我不敢。 那人道,怕什么,只管他。 承英仍是不敢,那人一把抓住承英背心,往李莫愁投去。 李莫愁当非常之静,便不敢硬以长法,料想用扶承挥打必非善策,当即伸出左手相亲,刚要碰到承英腰先,呼听吃的一声。 臂弯抖然酸软,手臂竟然抬不起来。 承英一头撞在她胸口,顺手挥出,啪的一响,轻轻脆脆地打了她一个巴掌。 李莫愁毕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狂怒之下,更无顾忌,扶尘倒转,急挥而下,猛觉虎口俱阵,扶尘并飞了起来,险些脱手。 原来那人又弹出一块小石,打在她扶尘饼上,承英却已稳稳地站立在地。 李莫愁之今日已讨不了好去,若不尽快脱身,大有性命之忧。 轻声一笑,转身便走,奔出树木,双袖向后连灰,一连荧光闪动,十余眉冰破银针,骑向轻袍怪人射去。 他发这暗器,不转身,不回头,可是真真只想那人要害。 那人出其不意,没料想他暗器功夫竟然如此,因很厉害。 当即飞身向后急运,银针来得虽快,他后跃之势却是更快,只听得银针叮叮叮,一阵轻响,尽数落在身前。 李莫愁明知设他不重,这十余眉银针只是要将他逼开。 一听到他后跃风声,袖子又挥,一眉银针直射成鹰。 他只这一针非重不可,生怕那轻袍人上前动手,竟不回头查看,足底夹进,急奔过桥,穿入了桑林。 那轻袍人叫了声,哎呀,上前抱起成鹰,只见一枚长长的银针插在他肩头,不禁脸上变色,微致沉吟,抱起他快步向西。 柯正恶等见李莫愁终于掳去了路无双而去,都是骇然。 那衣衫褴褴的少年道,我瞧瞧去。 郭福道,有什么好瞧的,这恶女人一脚踢死了你。 那少年笑道,你踢死我不见得吧。 说着,发足便叫李莫愁去路脊椎。 郭福道,蠢才,又不是说我要踢你。 他可不知这少年绕着弯骂她是恶女人。 那少年奔了一阵,忽听得远处成鹰高声叫道,表妹,表妹。 当即寻声追剧,奔出数十丈,听声变像,该已到了成鹰呼叫之地。 可是四下里却不见二女的影子。 一转头,只见地下明晃晃地撒着十几枚银针,针身上楼刻花纹,打造得极是精致。 他俯身一枚眉的拾起,握在左掌,忽见银针旁一条大鲁拱,肚腹翻转,死在地下。 他觉得有趣,低头细看,见地下蚂蚁死了不少,树部外上有许多蚂蚁正在爬行。 他拿一枚银针去拨弄几下,那几只蚂蚁兜了几个圈子,便即翻身将毙。 连十几只小虫都是如此。 那少年大喜,心想,用这些银针去捉文营,真是再好不过。 突然左手麻麻的似乎不大灵变,猛然惊觉,针上有多,拿在手中岂不危险。 忙张开手掌抛下银针,只见两张手掌心已全呈黑色,左掌尤其深黑如墨。 他心里害怕,伸手在大腿旁用力摩擦,但觉左臂麻木渐渐上升,片额间变麻头臂。 他幼时曾给毒蛇咬过,险些送命,当时被咬处附近就是这般麻木不仁,知道凶险,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忽听背后一人说道,小娃娃,知道厉害了吧? 这声音铿枪刺耳,似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 那少年急忙转身,不觉吃了一惊,只见一人用头支在地上,双脚并拢,呈向天空。 他退开几步,叫道,你,你是谁? 那人双手在地上一撑,身子呼得拔起,一跃三尺,落在少年的面前,说道,我,我是谁? 我知道我是谁,就好了。 那少年更是惊骇,发足狂奔,只听了身后嘟嘟嘟的一声声响亮,回头一望,不禁吓得魂不附体。 原来那人以手为足,双手各执一块石头,早转身子而行,就是快速无比,离自己背后已不过数只。 他加快脚步,拼拧急奔,呼听呼的一声响,那人从他头顶越过,落在他身前。 那少年叫道,妈呀! 转身便逃,可是不论他奔向何处,那怪人总是呼的一声乐器,落在他身前。 他网友双脚,却赛不过一个以手行走之人。 他转了几个方向,那怪人越逼越近,当下伸手发掌,想去推他。 那只手臂麻木,早已不听使欢,只急得他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是好。 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那怪人道,你越是东奔西跑,身上的毒越是发走得快。 那少年扶持心灵,双膝跪道,叫道,求老公公救我性命。 那怪人摇头道,难救,难救。 那少年道,你本事这么大,定能救我。 这一句奉承之言,瞪叫那怪人听得甚是高兴,嘞嘞一笑,道,你怎知我本事。 是大。 那少年听得语气温和,似有转机,忙道,那你倒转了身子,还跑得这么快,天下再没第二个急得上你的人。 他随口捧上一句,岂知天下再没第二个急得上你这话,正好打中了那怪人的心窝。 他哈哈大笑,身震灵烧,叫道,倒过身来,让我瞧瞧。 那少年心想不错,自己直立而他倒数,却是瞧不清楚。 他既不愿顺利,只有自己倒数了,当下倒转身子,将头顶的地下,右手上有知觉,牢牢地在旁撑住。 那怪人向他细看了几眼,皱眉沉吟。 那少年此时身子倒转,也看清楚了怪人的面貌,但见他高鼻深目,满脸雪白短须,根根刺铁,又听他喃喃自语,说着几里姑的怪话,极是难听。 少年怕他不肯相救,求道,好公公,你救救我。 那怪人见他眉目清秀,看来倒也欢喜,道,好,救你不难,但你需得答应我一件事。 少年道,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公公,你要我答应什么事? 怪人咧嘴一笑,道,我正要你答应这件事,我说什么你都得听我的。 少年心下迟疑,什么话都听,难道叫我半狗吃食也得听? 怪人叫他犹豫,怒道,好,你死你的吧。 说着,双手一缩一挺,身子飞起,向旁跃开树尺。 那少年怕他远去,忙要追去求恳,可是不能学他这般用手走路。 当下翻身站起,追上几步,叫道,公公,我答应了,你不论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怪人转过身来,说道,好,你发个重视了。 少年此时左臂麻木也研制尖头,心中越来越是害怕,只得发誓道,公公若是救了我性命,救了我身上恶毒,我一定听你的话,要是不听,让恶毒重行回到我身上。 心想,以后我永远不再碰到银针,恶毒如何回到我身上,但不知我发这样一个事,这怪人肯不肯算数。 斜眼瞧他时,却见他脸有喜色,显得极是满意。 那少年暗息,老家伙信了我了。 怪人点点头,呼得翻过身子,捏住少年手臂推拿几下,说道,好好,你是个好娃娃。 少年只觉经他一捏,手臂上麻木之感,历时减轻,叫道,公公,你再给我捏呀。 怪人皱眉道,你别叫我公公,要叫爸爸。 少年道,我爸爸早死了,我没爸爸。 怪人喝道,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要你这儿子何用。 那少年心想,原来他要说我为儿。 他一生从未见过父亲之面,听母亲说,他父亲在他出世之前就已死了,自幼见到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心下肠字羡慕。 只是见着怪人举止怪异,疯疯癫癫,却老大不愿意认他为义父。 那怪人喝道,你不肯叫我爸爸,好吧,别人叫我爸爸,我还不肯答应呢。 那少年寻思怎生想个烦,骗得他医好自己。 那怪人口中忽然发出一连串古怪声音。 四十念咒,发足便行。 那少年急道,爸爸,爸爸,你到哪里去? 怪人哈哈大笑,说道,乖儿子,来,我教你出去身上毒气的法。 少年走进身去,怪人道,你中的是李莫愁的女娃娃的冰破银针之毒,治起来可着实不容易。 当下传了口诀和行宫之法,说道此法是导运气息,须得头下脚上,气血逆行,毒气就会从进入身子之处回出。 只是他心学乍炼,每日只能逼出少许,须得一月以上,方能趋尽毒气。 那少年即使聪明,一脸变透,入耳即气,当下依法失为,果然麻木略解。 他过了一阵气,双手手指间流出几粒黑枝。 怪人喜道,好了,今天不用再联,明日我再教你新的法,咱们走吧。 少年一饿,道,哪里去? 怪人道,你是我儿,爸爸去哪里,儿子自然跟着去哪里。 正说到此处,空中忽然几声凋零,两头大雕在半空中飞绿而过,那怪人像双雕呆望,一手饥饿,皱眉苦苦思索,突然间似乎想起了什么,邓氏脸色大变,叫道, 不要见他们,不要见他们。 说着一步跨了出去,这一步卖得好大,带着第二步跨出,人已在仗许之外,连跨的十来步,身子早在桑树林后没了。 那少年叫道,爸爸,爸爸,随后赶去,绕过一株大柳树,目觉脑后一阵疾风越过,却是那对大雕从身后扑过,向前飞落。 柳树林后转出一男一女,双雕分别停在他二人肩头。 那男的浓眉大眼,胸宽腰挺,三十来岁年纪,上传微流咨虚,那女的约摸二十六七岁,容貌秀丽,一双眼睛灵活至极,在少年身上转了几眼,向那男子道,你说这人像谁? 那男子向少年凝视半傻,道,你说是像? 只说了四个字,却不接下去了。 这二人正是郭靖黄荣夫妇,这日两人正在一家茶馆中打听黄药师的消息,忽见远处烈焰冲天而起。 过了一会儿,街上有人奔走相告,陆家庄失火? 黄荣心中一礼,想起嘉兴陆家庄的主人陆展元是武林中一号人物,虽然相未谋面,却也久目其名。 江湖上多说江南两个陆家庄。 江南陆家庄何止千百,武学之士说两个陆家庄,却是指太湖陆家庄与嘉兴陆家庄而言。 陆展元能与陆成风相提并论,自非泛泛之事。 一问之下,失火的竟然就是陆展元之家。 两人当即赶去,带得到达,见火势见小,庄子却已烧成一个火窟,火场中几具焦尸烧得全身四叹,面目也不可变。 黄荣道,这中间可有古怪。 郭靖道,怎么? 黄荣道,陆展元在武林中名头不小,他夫人和元君也是当代女侠,若是寻常火烛,他家中怎能有人跑不出来,定是仇家来放的火。 郭靖一想不错,说道,对,咱们搜搜,瞧是谁放的火,咱们下这种毒手。 二人绕着庄子走了一遍,不见有何痕迹,黄荣忽然指着半壁残墙,叫道,你瞧,那是什么? 郭靖一抬眼,只见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给阎一勋更加显得可怖。 墙地倒塌,有两个血手印只剩下半截。 郭靖心中一惊,脱口而出,吃了仙子。 黄荣道,一定是他,早就听说侍卫仙子李莫愁武功高强,阴毒无比,不亚于当年的吸毒。 他驾临江南,咱们正好跟他逗逗。 郭靖点点头,道,我连朋友都说这女魔头难缠得紧,咱们若是找到岳父,那就好了。 黄荣笑道,年纪越大,越是胆小。 郭靖道,这话一点不错,越是令我,越是知道自己不行。 黄荣笑道,阔大爷好迁,我却觉得自己越练越了不起呢。 二人嘴里说笑,心中却暗自提访,四下也寻视,在一个池塘旁见到两枚冰破银针,一枚银针半截浸在水中,旁里几十条鸡鱼近截肚皮翻白。 此针之毒石是可不可畏。 黄荣伸了身舌头,使了两段断结树枝夹起银针,取出手帕重重包裹了,放入衣囊。 二人又到远处搜寻,却见到了双雕,又遇上了那个少年。 郭靖眼见的少年有些面善,一时却想不起向谁。 鼻中忽然闻到一阵怪臭,嗅了几下,只觉头脑中微微发闷。 黄荣也早闻到了,臭味似乎出自近处。 转头寻找,见熊雕左足上有破损伤口,凑几一闻,臭味果然就是从伤口发出。 二人吃了一惊,细看伤口,虽只擦破一层油皮,但伤足肿得不止一倍,皮肉已在腐烂。 郭靖寻思,什么傻,这倒厉害。 忽见那少年左手全呈黑色,惊道,你也中了这毒。 黄荣抢过去,拿起他手掌一看,忙掳高他衣袖,取出小刀,割破他手腕,推挤毒血。 只见少年手上流出来的血却是鲜红之色,非感奇怪,他手掌明明全呈黑色,怎么血中却又无毒。 他不知那少年经怪人传授,已将毒血逼向指尖,一时不再上升。 他从囊中取出一颗酒花玉露丸,道,脚碎吞下。 少年揭在手里,仙字闻到一阵清香,放入口中举碎,但觉满嘴心芳,感美无比,一股清凉之气直透丹甜。 黄荣又取两颗药丸,卫双雕各服一碗。 郭靖沉思半晌,忽然张口长笑,那少年耳畔一声抖发,出气不意,吓了一跳。 但听笑声远远传送出去,只经得雀鸟四下已乱飞,身旁柳枝垂条,振蹦不已。 他一笑未矣,第二笑跟着送出,笑上加笑,声音震荡重叠,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远去。 黄荣知道丈夫发声,向李莫愁挑战,听到第三下笑声又出,当下气勇丹田,跟着发声长笑。 郭靖的笑声雄壮宏大,黄荣的却是清亮高昂。 两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只大鹏,一只小鸟,并肩齐飞,越飞越高。 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 两人在桃花岛勤行苦修,内里一阵画景,双笑齐作,当真是回想九天,声闻树里。 那倒行都怪人听到笑声,足不加快,急行而避。 抱着成鹰的青袍客听到笑声,哈哈一笑,说道,他们也来了,老子走远些,免得啰嗦。 李莫愁将陆无双夹在鞋下,奔行正极,突然听到笑声,猛地停步,浮尘一挥,转过身来,冷笑道,过大侠民镇武林,倒要瞧瞧他是不是国有真才实学。 忽听得一阵清凉的笑声跟着响起,两股笑声呼应相喝,刚柔相济,更能威势。 李莫愁心中一领,自知难迪,又向他夫妇同闯江湖,互相扶持,自己却是孤零零一个人,邓觉万念俱灰,叹了一口长气,抓着陆无双的背心去了。 此时五三娘已扶着丈夫,带同两个儿子与柯震恶作别离去。 柯震恶势财一番巨战,生怕李莫愁去而复返,伤害郭福,带着他正想找个隐蔽所在躲了起来。 忽然听到郭黄二人笑声,心中大喜,郭福叫道,爹爹妈妈。 发足便跑。 一老一小循着笑声奔到郭靖夫妇跟前,郭福投入黄荣怀里,笑道,妈,大公公刚才打跑了一个恶女人,她老人家本事可大得很嘞。 黄龙自然知道杂娇,却只笑了笑,郭靖迟道,小孩子家说话可要老老实实。 郭福伸了身舌头,笑道,大公公本事不大吗,他怎么能做你师父? 生怕父亲又在责骂,当即远远走开,向那少年招手,说道,你去摘些花,变了花棺给我带。 那少年跟了他过去,郭福披见他手掌漆黑,便道,你手这么脏,我不跟你玩,你摘的花也给你弄臭了。 那少年冷然道,谁要跟你玩了,大他不便走。 郭靖叫道,小兄弟,别忙走,你身上以鱼毒未去,发作出来厉害的紧。 那少年醉恼别人小看了他,给郭福这两句话刺痛了心,当下昂首直行,对郭靖的叫喊止如不闻。 郭靖抢不上钱,说道,你怎么中了毒,我们给你治了,再走不迟。 那少年道,我又不识得你,关你什么事。 足下加快,想从郭靖身旁穿过。 郭靖见他脸上杏杏之色,眉目间甚至一个故人,心眼一动,说道,小兄弟,你姓什么? 那少年向他白了一眼,侧过身子,一遇急冲而过。 郭靖翻掌,抓住了他手腕。 那少年几下争不脱,左手一拳,重重打在郭靖腹上。 郭靖微微一笑,也不理会,那少年想缩回手臂再打,哪只拳头伸陷在他小腹之中,竟然拔不出来。 他小脸胀的通红,用力后拔,只拔得手臂发疼,却始终争不脱他小腹的犀利。 郭靖笑道,你跟我说你姓什么,我就放你。 那少年道,我姓你,名字叫做老子,你快放我。 郭靖听了好声失望,腹肌松开,他可不知那少年其实说自己名叫你老子,在讨他的便宜。 那少年拳头托付,放着郭靖,心道,你本事好大,你老子不及乖儿子。 黄荣见了他脸上的狡猾背来神情,总结了他跟那人甚为相似,忍不住要再试他一事,笑道,小兄弟,你想做我丈夫的老子,可不成了我的公公吗? 左手挥出,已按住他后颈,那少年觉得按来的力道及时强劲,急忙运力相抗。 黄荣手上尽力呼松,那少年不由自主地仰天一娇,结结实实地摔倒。 郭福拍手大笑,那少年大怒,跳起身来,退后几步,正要乌言惠语地骂人。 黄荣一抢上前去,双手按住他肩头,凝视着他双眼,缓缓地道,你姓杨明过,你妈妈姓穆,是不是? 那少年正是姓杨明过,突然被黄荣说了出来,不由得惊骇无比,胸间气血上涌,手上毒气突然回冲,脑中一阵糊涂,邓时晕了过去。 黄荣一惊,扶住他身子,郭靖给他推拿了几下,淡见他双目紧闭,牙齿咬破了舌头,满嘴鲜血,始终不醒。 郭靖又惊又喜,道,他,他原来是杨康兄弟的孩子。 黄荣见杨过中毒极深,低声道,咱们先投客店,到城里配几个药。 原来黄荣见这少年容貌与杨康实在相像,想起当年王楚一在中都客店中,相视穆念慈的武功师承,伸手按他后颈,穆念慈不向前提,反而后仰,这正是红七公独门的运气练功法门。 这少年若是穆念慈的儿子,锁练武功也必是一路。 黄荣是红七公的弟子,自是深知本门练功的诀窍,一世之下,果然便揭穿了他的真相。 当下,郭靖抱了杨过,与柯震恶、黄荣、郭福三人,协同双雕,回到客店。 黄荣写下药方,殿小二去药店配药,只是他用的药都是偏门,嘉兴虽是通都大义,一时却也配不齐全。 郭靖见杨过始终昏迷不醒,甚是忧虑。 黄荣知道丈夫自杨康死后,肠子耿耿于怀,即是陡然遇上他的子嗣,自是欢喜无限。 偏是他又中了剧毒,不知生死,说道,咱们自己出去采药。 郭靖心知只要稍有治愈之望,他必出言安慰自己,却见他神色之间一身正重,心下更是坠坠不安。 于是嘱咐郭福不得随便乱走,夫妻俩出去找寻药草。 杨过昏昏沉沉地睡着,直到天黑,仍是不醒,柯震恶近来看了他几次,自是束手无策。 他毒极力的毒性与冰破银针全然不同,两者的解药自不能会用,又怕郭福溜出,不住哄着他睡觉。 杨过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觉有人在他胸口推拿。 啊,慢慢行转,睁开眼来,但见黑影闪动,什么东西从窗中窜了出去。 他勉力站起,扶着桌子走到窗口张望,只见屋檐上倒立着一人,头下脚上,正是日间要他叫爸爸的那个怪人,身子摇摇摆摆,似乎随时都能摔下屋顶。 杨过惊喜焦急,叫道,是你。 那怪人道,怎么不叫爸爸? 杨过叫了声,爸爸。 啊,心中却道,你是我儿子,老子变大为小,叫你爸爸变了。 那怪人很是喜欢,道,你上来。 杨过爬上窗坎,跃上屋顶,可是他中毒后身子虚弱,力道不够,手指没攀到屋檐,竟掉了下去,不由得失声惊呼,哎呀。 那怪人伸手抓住他背心,将他轻轻放在屋顶,倒转来站直了身子,正要说话。 听得西边房里有人呼的一声,吹灭热光,知道已有人发现自己踪迹,当下抱着杨过急奔而去。 带得柯震恶,于月上屋时,四下里早已无声无息。 那怪人抱着杨过奔到镇外的荒地,将他放下,说道,你用我教你的法,再把毒气逼下出来。 杨过一言而行,约摸一盏茶时分,手指上滴出几滴黑血,胸一肩瞪觉大为舒畅。 那怪人道,你这孩儿甚是聪明,一脚便会,比我当年亲生的儿子还要伶俐。 哎,孩儿啊。 想到顽固了的儿子,眼中不禁泪润,抚摸杨过的头,微微叹息。 杨过自幼没有父亲,母亲也在他十一岁那年,斩病身亡。 穆念慈临死之时,说他父亲死在嘉兴铁枪庙中,要他将他遗体火化了,去葬在嘉兴铁枪庙拜。 杨过遵奉母亲一命半礼,从此流落嘉兴,住在这破窑之中,偷鸡摸狗的混日子。 穆念慈虽曾传过他一些武功的入门功夫,但他自己本就苦不甚高。 去世时杨过又上又小,时事没能教得了多少。 这几年来,杨过到处遭人摆眼,受人欺辱,那怪人与他素不相识,居然对他这等毫发。 眼见他对自己真情流露,心中及时感动,纵身一跃,抱住了他脖子,叫道,爸爸,爸爸。 他从两三岁起就盼望有个爱连他保护他的父亲,有过睡梦之时,突然有了个慈爱的英雄父亲,但一觉醒来,这父亲却又不知去向,常常因此而大哭一场。 此刻多年心愿忽而得偿,于这两生爸爸之中,满腔辱目之意,尽情发泄了出来,再也不想在心中讨还便宜了。 杨过固然大为激动,那怪人心中却只有比他更是欢喜。 两人出狱之时,杨过被逼认他为父,心中时时一百个不愿意,此时两人心灵交通,当真是亲若父子,但觉对方若有危难,自己就是为他死了也所甘愿。 那怪人大叫大笑,说道,好孩子,好孩子,怪儿子,再叫一声爸爸。 杨过一年叫了两声,靠在他的身上。 那怪人笑道,我怪儿子,来,我把生平最得意的武功传给你。 说着,蹲低身子,口中咕咕咕地叫了参声,双手推出,但听轰的一声巨响,面前半渡土墙,应手而走,只记得灰泥弥漫,尘土飞扬。 杨过只瞧得木顿口呆,伸出了舌头,惊喜焦急,问道,那是什么功夫,我学的会吗? 怪人道,这叫做蛤蟆功,只要你肯下苦功,自然学的会。 杨过道,我学会之后,再没人欺负我了吗? 那怪人双眉上杨,叫道,谁敢欺负我儿子,我抽他的金,包他的皮。 这个怪人,自然便是吸毒欧阳风了。 他自于华山论剑之意,被黄荣用起逼疯,十余年来走遍了天涯海角,不住思索,我到底是谁? 凡是景物依稀熟人之地,他必多所逗留,只盼能找到自己。 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在加星,便是由此。 近年来他溺恋九阴真经,内力大有尽敬,脑子也已清醒得多,虽然仍是疯疯癫癫,许多旧事却已逐步一一记起,只是自己到底是谁却始终想不起来。 当下,欧阳风将修习蛤蟆宫的入门心法传授了杨过,他这蛤蟆宫是天下武学中的绝顶功夫,变化精微,奥妙无穷,内功的修习更是艰难无比,练得稍有不对,不免身受重伤,甚或吐血身亡,以至当年连亲生儿子欧阳克一位传授。 此时他心情激动,加之神志迷糊,不分轻重,竟毫不顾忌地教了这心修的义字。 杨过功夫没有根底,虽将入门口诀牢牢记住了,却又怎能领会得其中意思,偏生他聪明伶俐,于不明白处自出心裁的强作解人。 欧阳风娇了半天,听他瞎馋歪扯,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脑僵起来,伸手要打他耳光,月光下见他面貌俊美,甚至可爱,游胜当年欧阳克少年之时,这一掌便打不下去了,叹道, 哎呀,你累了,回去歇歇,明儿我再教你。 杨过子被郭福说得手脏,对他一家都生了艳奏之心,说道,我跟着你,不回去了。 欧阳风只是对自己的事才想不明白,于其余事事却并不糊涂,说道,我的脑子有些不大对头,只怕连累了你,你先回去,带我把一件事想通了,咱爷儿俩得厮守一起,不分离,好不好。 杨过子丧母之后,一生从未有人跟他说过这等亲切言语,上前拉住了他手,哽咽道,那你早先来接我。 欧阳风点头道,我按照跟着你,不论你到哪里,我都知道,要是有人欺负你,我打得他筋骨断成七八十节。 当下,抱起杨过,将他送回客店。 柯正恶曾来找过杨过,在床上摸不到他身子,到客店四周寻了一遍,也是不见,甚至焦急。 二次来巡视,杨过已经回来,正要问他刚才到了哪里,忽定屋顶上风声洒然,有人纵约而过。 他知识有两个武功极强之人在无面经过,忙将郭福抱来,放在床上杨过的身边,持铁杖守在窗口,只怕二人是敌,去而复回。 果然风声自远而尽,疏忽间到了屋顶。 一人道,你强的是谁? 另一个道,奇怪奇怪,当真是他。 原来是郭靖黄荣夫妇。 柯正恶这才放心,开门让二人进来。 黄荣道,大师傅,这里没事吗? 柯正恶道,没事。 黄荣向郭靖道,难道咱们竟看错了人? 郭靖摇头道,不会,九成是他。 柯正恶道,谁呀? 黄荣一扯郭靖一金,叫他没说,但郭靖对恩师不敢相瞒,便说,欧凉凤。 柯正恶生平恨极此人,一听到他名字便不禁脸上变色,低声道,欧凉。 欧凤,他还没死。 郭靖道,是才我们才要回来,见到湖边人影一晃,身法又快又快,当即追去,却已不见了踪影,瞧来很像欧阳凤。 柯正恶指他向来稳重赌实,言不清发,他说是欧阳凤,就绝不能是旁人。 郭靖挂念杨过,拿了烛台,走到床边查看,担见他脸色红润,呼吸调云,睡得正沉,不禁大喜,叫道,荣儿,他好了。 杨过其实是假睡,闭了眼偷听三人说话,他隐约听到义父名叫欧阳风,而这三人显然对他极是忌惮,不由得暗暗欢喜。 黄荣过来一看,大感奇怪,先前明明见他手臂上毒气上炎,过了这几个时辰,只有更加淤黑肿胀,哪知毒气反而消退,实是奇怪之急。 他与郭靖出去找了半天,草药始终没能采齐,当下将采到的几味药捣烂了,几只给他扶下。 次日,郭靖夫妇与柯震恶携了两小,离家兴向东南行,决定先回桃花岛,治好杨过的伤再说。 这晚投了客店,柯震恶与杨过住一房,郭靖夫妇与女儿住一房。 郭靖夫妇睡到中夜,呼听屋顶上咔的一声响,接着,隔壁房中柯震恶大声呼吓,破窗跃出。 郭靖夫妇与黄蓉急忙跃起,动脏窗边,只见屋顶上柯震恶正空手和人恶斗,对手身高手长,赫然变成欧阳风。 郭靖大惊,只怕欧阳风一招之间便伤了大师傅性命,郑郁月上相助,却见柯震恶纵声大叫,从屋顶摔了下来。 郭靖飞身抢上,就在柯震恶的脑袋将要碰到地面之时,轻轻拉住他后颈,向上提起,然后再轻轻放下,问道,大师傅,没受伤吧。 柯震恶道,死不了,快去接下顾阳风。 郭靖道,是,阅长屋顶。 这时屋顶上黄蓉双掌飞舞,已与这十余年不见的老对头,斗得甚是激烈。 他这些年来武功大劲,内力强劲,出掌更是变化奥妙,十余招中,欧阳风竟丝毫华占不到便宜。 郭靖叫道,欧阳先生,别来无恙啊。 欧阳风道,你说什么,你叫我什么? 脸上一片茫然,当下对黄蓉来招指手不攻,心中隐约觉得欧阳二子,似与自己有极密一些关系。 郭靖但要再说,黄蓉已看出欧阳风,风病未遇,忙叫道,你叫做赵前孙礼,周无尘王。 欧阳风一争,道,我叫做赵前孙礼,周无尘王。 黄蓉道,不错,你的名字叫做冯正诸位,奖省寒阳。 他说的是百家姓上的姓氏,欧阳风心中本来糊涂,给他一口气背了几十个姓氏,更是摸不着头脑,问道,你是谁,我是谁? 呼听身后一人大喝,你是杀害我五个好兄弟的老毒物。 呼声未闭,铁杖已至,正是可认恶。 那是才被欧阳风掌力逼下,未曾受伤,到房中取了铁杖上来再斗。 郭靖大叫,师父小心。 柯正厄铁杖砸出,和欧阳风背心相聚已不到一尺,却听呼的一声响,铁杖反击出去,柯正厄把持不住,铁杖撒手,跟着身子也摔入了天井。 郭靖知道师父虽然摔下,并不碍事,但欧阳风若诚实追击,后招可凌厉至极。 当下教导,看招。 左腿微曲,右掌画了个圆圈,平推出去,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抗龙有悔。 这一招他日息勤练不措,初学时便已非同小可,加上这十余年苦功,时已到了炉火纯青之间。 初推出去时,看似轻描淡写,但一欲阻力,能在煞时之间连加一十三道后进,一道强子一道,重重叠叠,直是无坚不摧,无强不破。 这是他从九阴真经中悟出来的妙境,纵是红七公当年,单以这一招而论,也无如此惊傲的造诣。 欧阳风刚将柯震恶镇下屋顶,但觉一股威风扑面而来,风势虽然不尽,然以逼得自己呼吸不畅,直到不妙,急忙身子蹲下,双掌平推而出,使得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蛤蟆功。 三掌相交,两人身子都是一阵,郭靖掌力极佳,一道又是一道,如波涛汹涌般向前猛扑。 欧阳风口中咯咯大叫,身子一晃一晃,似乎随时都能摔倒。 但郭靖掌力欲试加强,他反击之力也相应而增。 二人不交手已十余年,这次江南重逢,都要试一试对方尽境如何。 昔日华山论剑,郭靖输非欧阳风敌手,但迭来勇猛精进,武功大真元熟。 欧阳风虽溺恋真经,也自有心得,但一正一反,终究是正胜于反。 到此次交手,郭靖已能与他并驾齐驱,难分上下。 黄荣要丈夫独立取胜,只在旁掠阵,并不上前夹击。 南方的屋顶与北方大不相同,北方居士因须抵挡冬日冰雪积压,屋顶坚实异常。 但自环水而南,屋顶瓦片迭盖,便与青巧凌变为主。 郭靖与欧阳风各以掌力相比,力贯双腿,过了一盏茶十分,只听脚下咯咯作响。 突然嘎啦啦一声巨响,几条船子同时断折,屋顶穿了个大孔,两人一起落下。 黄荣大惊,芒从洞中跃落,只见二人仍是双掌相抵,脚下踏着几条船子,这些船子却压在一个住店的客人身上,那人睡梦方寒,岂知祸从天降,瞪时双腿骨折,痛极大豪。 郭靖不忍伤害无辜,不敢足上用力,欧阳风却不立旁人死活,二人本来势均力敌,但因郭靖足底势须,掌上无所借力,剑驱下风。 他以单掌抵敌人双掌,然全身之力已急于右掌,左掌虽然空着,可也已无力可使。 黄荣见丈夫身子微向后仰,虽指半寸几分的退却,却显然已落败事,当下叫道, 喂,掌三里四,糊涂王吧,看招! 轻飘飘的一掌,往欧阳风尖头拍去。 这一掌出招虽轻,然而是骆英神剑掌法的上乘功夫,落在敌人身上,尽力直透内脏,纵使欧阳风这等一流名家,也非受伤不可。 欧阳风听他又以古怪姓名称呼自己,一声之下,陡然见他招道,双掌力推,将郭靖的掌力逼开半尺。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一把抓住了黄荣尖头,五指如钩,要硬生生扯他一块肉下来。 这一抓发出,三人同时大吃一惊,欧阳风淡觉指尖剧痛,原来已抓中了他身上软胃甲的尖刺,忙不迭地松手。 就在此时,郭靖掌力诱导,欧阳风回掌相抵,危机中各出全力,砰的一声,两人同时急退,但见沙尘飞扬,强倒乌气。 原来两人这一下全使上了钢掌,黑暗中瞧不清对方身形,降龙十八掌与蛤蟆宫的距离竟都打在对方肩头。 两人破墙而出,半边屋顶塌了下来,黄荣尖头受了这一抓,虽被受伤,却也已吓得花容失色,百忙中在屋顶将他为他之际斜身飞出。 只见欧阳风与郭靖相聚半掌,呆立不动,显然都已受了内伤。 黄荣不急攻敌,当即站在丈夫身旁守护,但见二人闭目运气,哇哇两声,不怨而同地都喷出一口鲜血。 欧阳风叫道,降龙十八掌,好,好家伙,好家伙,一阵狂笑,阳长便走,瞬息间去得无影无踪。 此时客店中早已呼也喊羊,乱成一团,黄荣知道此处不可再去,从柯正恶手里抱过女儿,道,师父,你抱着靖哥哥,咱们走吧。 柯正恶将郭靖扛在肩上,一拳一拐地向北行去。 走了一阵,黄荣忽然想起杨过,不知这孩子逃到了哪里,但惯念丈夫身受重伤,心想旁的事只好慢慢再说。 郭靖心中明白,只是被欧阳风的掌力逼住了气,说不出话来。 他在柯正恶肩头调柔呼吸,运气通脉,约摸走出七八里地,各脉俱通,说道,大师父,不碍事了。 柯正恶将他放下,问道,还好吗? 郭靖摇摇头道,哈马公当真了不得。 只见女儿扶在母亲肩头沉沉熟睡,心中一争,问道,顾儿呢? 柯正恶意时,想不起顾儿是谁,恶然难达。 黄荣道,你放心,先找个地方休息,我回头去找他。 此时天色江明,道旁树木房屋已朦胧可变。 郭靖道,我的伤不碍事,咱们一起去找。 黄荣皱眉道,这孩子机灵得很,不用为他挂怀。 正说到此处,忽见道旁白墙后伸出个小小脑袋一探,随即缩了回去。 黄荣抢过去一把抓住,正是杨过了。 他笑嘻嘻地叫了声,阿姨! 说道,你们才来吗? 我在这儿等了好久了。 黄荣心中好些疑团难解,随口答应了一声,道,好,跟我们走吧。 杨过笑了笑,跟随在后,郭福睁开眼来,问道,你到哪里去了? 杨过道,我去捉蟋蟀,那才好玩呢。 郭福道,有什么好玩? 杨过道,哼,谁说不好玩,一个大蟋蟀跟一个老蟋蟀对打,老蟋蟀输了,又来了两只小蟋蟀帮着。 三只打一个,大蟋蟀跳来跳去,这边弹一脚,那边咬一口,嘿嘿,那可厉害了。 说到这里,却住口不说了。 郭福睁睁地听着,问道,后来怎样? 杨过道,你说不好玩吗? 问我干嘛? 郭福碰了个钉子,很是生气,转过了头不踩他。 黄蓉听在言语中明明是帮着欧阳峰,在击字自己夫妇与柯正恶,便道,你跟阿姨说,到底是谁打赢了? 杨过笑笑,轻描淡写得道,我正瞧得有趣儿,你们都来了,蟋蟀全逃走了。 黄蓉心想,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听威绝有气。 说话之间,众人来到一个村子,黄蓉向一所大宅院求见主人,那主人甚至好客,听说有人受伤生病,忙命装丁打扫乡房接待。 郭靖吃了三大碗饭,坐在踏上闭目养神。 黄蓉见丈夫气定神闲,心知已无危险,坐在他身旁守护,想起见到杨过以来的种种情况,觉得此人年纪虽小,却有许多怪异难解之处,但若详加查问,他多半不会实说,心想,只小心留意他行动便是。 当日无语,用过晚上后,各自安静。 杨过与柯震恶同睡一房,到他中夜,他悄悄起身,听得柯震恶鼻寒呼呼,睡得正沉,便打开房门溜了出去。 走到墙边,爬上一株桂花树,纵身跃起,攀上墙头,轻轻溜下。 墙外两只狗闻到人气,废了起来,杨过早有预备,从怀里摸出两根日间藏着的肉骨头,丢了过去,两只狗咬着骨头大嚼,当即止废。 杨过变明方向,向西南而行,约摸走了七八里地,来到铁枪庙前。 他推开庙门,叫道,爸爸,我来了。 只听里面哼了一声,正是欧阳风的声音。 杨过大喜,摸到供桌前,找到烛台,点燃了蚕竹。 在欧阳风躺在神像前的几个蒲团之上,神情伪顿,呼吸微弱。 他与郭靖所受之伤情形相弱,只是郭靖正当年富力强,富元甚素,他却年纪老迈,经历已远为不如。 原来昨晚杨过与柯震恶同时宿电,半夜里欧阳风又来瞧他,柯震恶当即醒觉,与欧阳风动起手来。 其后黄荣、郭靖二人先后参战。 杨过一直在旁观看,终于欧阳风与郭靖同时受伤,欧阳风援引。 杨过见混乱中无人留心自己,悄悄向欧阳风追去。 初时,欧阳风行得极快,杨过自是追赶不上,但后来他伤势发作,举步为奸,杨过赶了上来,扶他在道旁休息。 杨过知道自己若不回去,黄荣、柯正恶等,必来找寻,只恐累了义父的性命,事已与欧阳风约定了在铁枪庙中相会。 这铁枪庙与他二人都大有干系,一说君知。 杨过独自守在大陆之旁乡后,与郭靖等会面后,直到半夜放来探视。 杨过从怀里取出七八个馒头,递在他手里,道,爸爸,你吃吧。 欧阳风饿了一天,生怕出去遇上敌人,整日躲在庙中苦癌。 吃了几个馒头后,精神为之一阵,问道,他们在哪儿? 杨过一一说了。 欧阳风道,那幸福我的吃了我这一掌,七日之内难以复原,他媳妇要照料丈夫,不敢清理,眼下咱们只担心磕下的一阵。 他今晚不来,明日必至,只可惜我没半点力气。 哎,我好像杀过他的兄弟,也不知是四个还是五个。 说到这里,不禁剧烈咳嗽,杨过坐在地下,手托腮帮,小脑袋中煞食之间,转了许多念头,忽然心想,有了,但我在地下不惜利器,老瞎子若是进来,可要叫他先受点伤。 于是在供桌上取过四只竹台,拔去灰尘堆积的陈年残竹,将竹台放在门口,在虚眼庙门,搬了一只铁箱炉,爬上去,放在庙门顶上。 他自下查看,想再布置些害人的陷阱,见东西两边偏殿中各吊着一口大铁钟,每一口钟都是三人合抱也抱不起来,料必重于千斤。 钟顶上有一只极粗的铁钩,与巨木制成的木架相连。 这铁枪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巨钟和木架两结监牢,仍是完好无损。 杨过心想,老瞎子要是到来,我就爬到钟架上面,管家他找我不着。 他手持竹台,正想到后殿去找见防身力气,忽听大路上嘟嘟嘟的一声声铁杖基地,知道磕正恶道了,忙吹灭如火,随即响起,这瞎子目不见恶,我倒不必吸竹。 但听嘟嘟嘟之声越来越近,欧阳峰呼地坐起,要把全身紧余的尽力运到右掌之上,前发之人,一掌将他毙了。 杨过想手中竹台的铁钳朝外,守在欧阳峰身旁,心想,我虽武艺低威,好歹也要相助异父,跟老下子拼上一拼。 磕正恶料定欧阳峰身受重伤,难以远走,那铁枪庙便在附近,正是欧阳峰旧游之地,料想他不敢寄居民家,左半会躲在庙中。 想起五个兄弟惨遭此人毒手,今日由此报仇良机,哪肯放过。 睡到半夜,轻轻叫了两声,过儿,过儿,不停答应,直到他睡得正熟,竟没走进茶茶,当下跃墙而出,那两条狗子正次大脚扬过给他骨头,见他出来,只呜呜几声,却没吠叫。 他缓缓走到铁墙庙前,侧耳听去,果然庙里有呼吸之声,他大声叫道,老毒物,可瞎子找你来了,有种得快,出来。 说着,铁杖在地下一顿,欧阳峰只怕陷了丹田之气,不敢言语。 柯正恶叫了几声,魏文应声,举铁杖撞开庙门,踏步进内,只听呼的一响,头顶一箭重物砸将下来,同时左脚以踏中竹台上的铁签,刺破靴底,脚掌心上一阵剧痛。 他一时之间不明所以,铁杖挥起,当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将头顶的铁箱炉打了开去,随即在地下一滚,好叫铁签不置刺入足底。 那只身旁上有几只竹台,只觉肩头一痛,又有一只竹台的铁签刺入了肉里,他左手抓住竹台拔出,鲜血利用。 此时不敢再有大意,听着欧阳峰呼吸之声,脚掌擦地而前,一步步走近,走到离他三尺之处,铁杖高举,叫道,老毒物,今日你还有何话说? 欧阳峰已将全身所剩有限力气运上右臂,只待对方铁杖击下,手掌同时拍出,跟他拼根同归于尽。 柯正恶虽知仇然身受重伤,但不知道他到底伤势如何,这一仗迟迟不落,要等他先行发招,就可知他还剩下多少力气。 两人相对僵持,均隔不动。 柯正恶耳听着他呼吸沉重,脑中陡然间出现了猪葱、韩宝居、南西人等结义兄弟的声音,似乎在齐声催他打快下手,等下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一声,一招秦王鞭石,挥铁杖,搂头盖将下去。 欧阳峰身子略闪,但要发掌,手臂只伸出半尺,一口气去接不上来,瞪使软垂下去,但听砰的一声猛响,火光似箭。 铁杖杖头将地下几块方砖击得粉碎。 柯正恶一击不中,次招随上,铁杖横扫向他中路打去,若在平日,欧阳峰轻轻一带,就要叫他铁杖脱手,这不计也能纵身越过,但此刻全身酸软,使不出半点劲道,只得着地打滚,避了开去。 柯正恶使开降魔杖法,一招筷子一招,欧阳峰也越闭越是迟钝,终于给他一招,处伏要差,击中左肩。 杨国在一旁听着不由的心惊肉跳,有心要上前相助义父,却自知武艺低威,只有送死的份。 柯正恶连接三掌,都挤在欧阳峰身上,欧阳峰今日也是该遭此恶,总算他内力深战,虽无还手之力,却能退避化解,将他每一击的劲道都卸在一旁,身上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筋骨内脏却不受损。 柯正恶暗暗称奇,心想,这老毒物的本事果然非同小可,每一仗下去,明明已经击中,但总是在他身上滑溜而过。 十成尽力倒给化解成了九成,心想,他的头盖总不能以柔弓划开我的杖力,当下运杖成风,招招向他头顶进攻。 欧阳峰闪头避了几次,傻时间身子已被笼杖在他帐风之下,不由得暗暗叫苦,若是被他一仗击在头上,哪里还保得住幸运? 无可奈何中,刑险侥幸,突然扑入他的怀里,抓住了他胸口。 柯正恶吃了一惊,铁杖已在外门,难以击敌,只得伸手反揪,两人一起滚倒。 欧阳峰不敢松手,牢牢抓住对方胸口,左手去扭他腰间,忽然触手接应,急忙抓起,竟是一柄尖刀。 这是张阿生常用的兵刃屠牛刀,名虽如此,其实并非用以屠牛,这刀砍尖断玉,风力无比。 张阿生在蒙古大漠死于陈玄峰之手,柯正恶心念异地,这柄刀带着身判,片刻不离。 欧阳峰近身肉搏,拔了出来,左手弯过,举刀便往敌人腰挟刺路。 恰在此时,柯正恶正放脱铁杖,右拳挥出。 砰的一声,将欧阳峰打了个惊斗。 欧阳峰眼前金星直冒,迷迷糊糊中挥手将尖刀往敌人置去。 柯正恶听的风声闪身避过,只听当的一声,钟声嗡嗡不绝。 原来这把刀正直中垫上了铁钟。 欧阳峰这一支虽然无甚手劲,但因刀刃十分锋利,竟然刺入铁钟,刀身不住颤抖。 杨过站在钟旁,尖刀贴面飞过,险些给刺众脸颊,只笑得心中砰砰而跳,急忙快手快脚地爬上钟下。 欧阳峰灵机一动,绕到钟后,此时钟声未觉,柯正恶意时听不出他呼吸所在,侧头戏别生息。 大殿中月光邪照,弹见他满头乱发,主张轻轻,神态极是可怕。 杨过瞧出了其中关键,当即拔出铜牛刀,将刀柄往钟上重重撞去,当的一声,将两人呼吸声进节盖过。 柯正恶听到钟声,向前急扑,欧阳峰已绕到了钟后。 柯正恶横胀击出,欧阳峰向旁闪避,这一仗便击中了铁钟,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当真是震耳欲聋。 杨过只觉耳骨隐隐作痛,柯正恶兴起,挥铁杖不住其中,前声未觉,后声又起,越来越响。 欧阳峰心脚不妙,他这般敲息下去,虽然郭靖受伤,黄荣却只怕要来应援。 乘着钟声正耳,放轻脚步,向从后殿流出,哪知柯正恶,耳音灵敏之急,虽在钟声当当巨响之中,仍分辨得出别的细微声息。 听得欧阳峰脚步移动,当下只做不知,仍是武杖狂敲,带他走出树部,离中已远,突然纵遇而前,挥杖在他头顶击落。 欧阳峰尽力随时,但他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这些交战时的虚虚实实,岂有不知。 眼见柯正恶又见微台,早知他的心意,不带他铁杖挥出,又已逃回钟后。 他重伤后,本已步履艰难,但此刻生死尽于一发,竟然从数十年的身后内力之中,激发了连自己也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道。 柯正恶大怒,叫道,就算打你不死,累也累死了你。 绕中来追。 杨阳峰见二人绕着铁钟兜圈子,时间一长,一副必定气力不佳,眼见情势危急,忽然心生一剂,爬在钟架上,双手乱舞,大做手势。 欧阳峰全神躲闪敌人追击,并未瞧见,再兜两个圈子,才见杨阳峰的影子映在地下,正做手势叫他离开。 一时未明起义,但想,他既叫我离开,必有用意,当下冒险向外奔去。 柯正恶停步不动,要分辨敌人的去向。 杨阳夺除下脚下两只鞋子,向后殿置去,啪啪两声,落在地下。 柯正恶大齐,明明听得欧阳峰走向大门,怎么后殿又有声响。 就在他唯一迟疑之际,杨阳直起铜牛尖刀,发力向吊着铁中的木架横梁上斩去。 这横梁极粗,杨阳立即又小,宝刀虽利,竖刀极砍又怎声砍得他断。 但铁中沉重至极,横梁给接连斩出了几个缺口,已吃不住剧中的重量。 嘎啦啦几声响,横梁折断,那口大铁中夹着一股疾风,对准柯正恶的顶门,直砸下来。 柯正恶早听得头顶呼发一声,正的奇怪,剧中已落降下来,这荡儿已不及逃窜,百忙中铁杖直竖,当得一声猛响,剧中边缘镇压在杖上。 就这么一挡,他已成熙从中底滚出,但听咔砰拼轰,几连几响,铁杖断了两截,铁钟翻滚过去。 在柯正恶尖肩头猛力一撞,将他抛出山门,连翻了几个筋斗,只跌得鼻子流血,鹅脚上也破了一大块。 柯正恶目不见物,不知变故因何而起,只怕殿中躲着什么怪物作祟,爬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了。 欧阳风在旁瞧着,也不由得微微心惊,不住口叫道,可惜,可惜。 又道,乖孩儿,好聪明。 杨过从钟架上爬下,喜道,这瞎子不敢再来了。 欧阳风摇头道,此人与我仇身四海,只要他一席尚存,必定再来。 杨过道,那么咱们快走。 欧阳风仍是摇头,道,我受伤慎重,逃不远。 他这时危难暂过,只觉四肢百骸都如药散开了一般,时时一步也不能动了。 杨过急道,那怎么办? 欧阳风沉吟半上,道,有个法子,你再斩断另一口中的横梁,将我照在钟下。 杨过道,那你怎么出来? 欧阳风道,我在钟下用功七日,员工一副,自己就能先钟出来。 这气质之中,那磕下子纵然再来寻仇,让他这点点微末道好,也揭不开这口大钟。 只要黄荣这女娃娃不来,未必有人能识破极观,黄荣一来,那个大事去矣。 杨过心想除此之外,却也没有旁的法子,问清楚他却能自行开钟,不需别人相助。 又问,你七天没东西吃,能行吗? 欧阳风道,你去找只盆博,装满了清水,放在我身旁,这里还有好几个馒头,慢慢吃着,尽可支支的七日。 杨过去厨房中,找到一只瓦博,装了清水,放在另一口仍然高悬的大钟之下,然后扶了欧阳风端端正正地坐在钟下。 欧阳风道,孩儿,你尽管随那姓过的群去,日后我必来寻你。 杨过答应了,爬上钟下,斩断横梁,大腿中落下,将欧阳风罩住了。 杨过叫了几声,爸爸,不听欧阳风答应,直他在钟内听不见外面声息,正要离去,心也忽动,又到后殿拿一只瓦博,盛满了清水,将瓦博放在地下,然后捣转身子,左手伸在博中,依照欧阳风所受逆行经脉之法,将手上毒血逼了一些出来。 只是使这功夫及时累人,他又只学了个皮毛,虽只挤得十几滴黑血,却已闹得满头大汗。 歇了一阵,扯下神像前的几条布帆,缠在一只铅筒之上,然后占了碗中血水,在那口钟上到处都变涂了,心想,若是瓦瞎子再置,将撬开铁钟,手掌碰到钟身,叫他非中毒不可。 忽悠想到,义父照在钟内,七天之中可别给问死了。 于是用尖刀挖掘中边之下的青砖,在地下挖了个拳头大的洞口,以便通风透气。 挖掘之间,那尖刀碰到青砖底下的一块硬石,竟而啪的一声折断了。 这屠牛刀锋锐之极,任风却是甚薄,给杨过当作铁凿般乱挖乱绝,一柄宝刀竟而断送。 他不知此刀珍贵,反正不是自己之物,也不可惜,随手抛在一旁,扶在地下,对准钟底洞口叫道:「爸爸,我去了,你快来接我,那口中外面有毒,你出来试小心些。」 随即侧头,扶耳洞空,只听欧阳风微弱的声音道:「好孩子,我不怕毒,毒才怕我,你自己小心,我定来接你。」 杨过巧一半上,颇有恋恋不舍之意,这才快步奔回客店,越强势提心吊胆,只怕柯震恶惊绝,哪知进房后见柯震恶尚未回来,倒也大出意料之外。 次日一晨,忽听得有人用棍棒砰砰砰的敲打房门,杨过越下床来,打开房门,只见柯震恶持着一个木棍,脸色灰白,刚踏进门便向前扑出,摔在地下。 杨过见他双手乌黑,果然又去寻过杨风,终究不免中了自己部下之毒,暗暗心细,当下假装吃惊,大叫:「柯公公,你怎么了?」 郭靖黄荣听得叫声,奔过来查看,见柯震恶倒在地下,吃了一惊,此时郭靖虽能行走,却无力气。 当下,黄荣将柯震恶扶在床上,问道:「大师傅,你怎么了?」 柯震恶摇了摇头,并不答话,黄荣见他掌心黑气,狠狠地道:「就是那姓里的贱人,靖哥哥,带我去会他。」 说着,一束腰带,跨不出去。 柯震恶低声道:「不是那女子。」 黄荣止步回头,急道:「诶,那是谁?」 柯震恶自觉连一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也对付不了,反弄到自己受伤回来,也可算无能之极。 他性子刚硬,真所谓行将老而泥辣,对受伤的缘由竟一句不提。 靖荣二人知他脾气,若他越说,自会吐露,否则越问越惹他生气。 好的,他只皮肤中毒,毒性也不厉害,只是一时昏晕,扶了一颗九花玉露完后,便无大碍。 黄荣心下记忆,眼前郭靖于柯震恶受伤,那李莫愁险毒难测,需得先将两个伤者,两个孩子送到桃花岛,日后再来找他算账,方策万全。 这日上午,在课点中休息半天,下午顾船东行。 杨过见黄荣不去找欧阳峰,心下暗喜,心想,爸爸很怕郭伯伯去找他,那么郭伯伯这样娇丁丁的一个大美人,比磕瞎子还厉害得多吗? 周行半日,天色向晚,船只靠岸停泊,船家逃米做饭。 郭伯见杨过不理自己,又是生气又是无聊,已在船窗向晚张望,忽见柳荣下,两个小孩子哀哀痛哭,瞧模样,正是武敦如武修文兄弟。 郭伯大声叫道,喂,你们在干什么? 武修文回头见识郭伯,哭道,我们在哭,你不见吗? 郭伯道,干什么呀,你妈打你们吗? 武修文哭道,我妈死了。 黄荣听到他说话,吃了一惊,跃上岸去,只见两个孩子俯着母亲的尸身,哀哀痛哭。 武三娘满脸漆黑,早已死去多时。 黄荣再问武三通的下场,武敦如哭道,爸爸不知哪里去了? 武修文道,妈妈给爸爸的伤口吸毒,吸了好多黑血出来,爸爸好了,妈妈却死了,爸爸见妈死了。 心里忽然又糊涂了,我们叫他,他连夜不离就走了。 说着,又哭了起来。 黄荣心想,武三娘子舍身救夫,时是个义猎女子。 问道,你们饿了吧? 两兄弟不住点头。 黄荣叹了口气,令船夫带他们上船吃饭,到镇上买了一举棺木,将武三娘收敛了。 当晚不期安葬,刺沉才买了一举棺木。